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俄军BTG的步兵数量不足 后勤乏力的缺点也开始完全暴露出来了 BTG可以追得乌军乱跑 但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将其歼灭 更无力扩大战国 马里乌尔表面上是被包围了 实际上俄军的防线到处都是窟窿 在北约军事顾问的指挥下 利用美国的卫星情报 不断的出动反坦克小分队 伏击俄军调队的装备车辆和人员 两天损失了10辆坦克和20辆步兵战车 一线部队每天就损失200到300人 可以说教训是极为惨痛的 现在军事专家们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在改革之后 普京还要坚持恢复向禁卫坦克军 还有集团军这种大兵团作战单位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那么单靠何成盈的猛打猛冲的话 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扭转战局的情况出现了 那么最后俄军是如何翻盘的呢 这里就要感谢俄军在叙利亚的作战经验了 在换帅之后 经历过叙利亚战火考验的一批将领 就获得了指挥权 立刻加强步兵力量 并改变了战术编组 俄军的作战风暴也随之改变了 从3月20号以后 一线部队就被拆分成了更为灵活的城市攻坚群 每个群是由三辆步兵战车和两辆坦克 和一个火力支援分队构成 再根据情况来随时在俄外的加一到两个步兵班 这种战术在叙利亚获得了成功的实践 用在马里乌布尔工程战中效果也非常好 坦克在步兵的掩护下打起了伸缩炮 步兵战车冲上去抢运伤员 叙利亚城市巷战中熟悉的一幕 又在马里乌布尔再次上演了 各种大口径火炮被集中起来猛烈的轰击 乌军的坚固据点 喷火坦克和大口径迫击炮是轮番上阵 甚至俄罗斯空天军也来扔了一颗三吨重的温压弹 和多颗钻地弹 战至4月21号马里乌布尔市区内和亚素钢铁厂的表面阵地 是全部被肃清了 只剩下了1000多的亚素银和外国雇佣兵 还躲在钢铁厂的六层地下堡垒内赋予顽抗 俄军前线的指挥官这个时候不能说是失去理智了 但是起码也算是杀红眼了吧 他们的复仇心切 为了对付地下堡垒的敌人 准备要采取灌水 倒汽油等等极端的手段 来彻底的结束战斗 但是在最后的时刻 普京下令叫停了攻击 分析人士判断 普京是既不想在西方面前 落下一个过度杀戮的口实 也不想再耽误时间了 于是围攻马里乌布尔的俄军第九集团军 和第58集团军的主力 从21号开始就转向参与 维坚东乌克兰地区集团军群的战斗了 只留下了第810旅和车程一个团 配合钻戒此刻的民兵继续围住地堡 很大概率是想用最少的部队 以最小的代价来困死这些穷雄极恶的敌人 总结一下 这场历经了52天的战斗 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就是打仗就是打仗 不能心刺手软 否则受伤害的是更多的无辜百姓和参战的官兵 其次步兵还是步兵 即便是在信息化程度发达的今天 步兵和坦克的组合 依然是克底制胜的核心力量 信息化的手段归根到底 还是为了发挥步兵和坦克的作战效能而服务 在火力机动和防护力之间 必须要实现完美平衡 才能让部队具备强大的战斗力 当然了 后勤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有人乐观的估计 解放军只需要两个重装旅 就能解决问题时 分析人士认为 10个合成旅执行攻坚 20万兵员负责占领 20万后勤部队和海空军兵力配合打员 也就是说至少能拿出50万人的力量 才能基本的确保作战是拿久稳 俄罗斯这次打的是如此的艰难 却依然还要坚持 因为他们输不起 同样的中国也输不起 宁可杀机用牛刀也不能